火灾发生的地点是在阳光 人口密集的地区 二十九间木板屋全都被烧毁 四百多人无家可归 其中有十间是宿舍 居住的都是从外地来工作的上班族 他们暂时被安置在正在新建的寺庙 各地的慈善团体也都送来救援物资 慈离志工同样一一慰问灾民 了解目前还欠缺的 当天立即采买并且打包成香 在晚上就展开发放 除了物资香还有慰问津 物资香里除了食物 还包括了蚊帐慈禧毛毯在内 各种生活用品 能够让他们安心度过慢慢长夜 即时的关怀 期盼能够协助灾民走过难关 有信心在重建家园 该新闻太左左 陈永胜明天报道